虽然说从上级开始 敌人的指挥官就换成了达鲁坦 不过就露了一下脸 没什么戏份 沙基王子用多罗梅给光送了邀请函 打开后自动燃烧 传出了沙基王子的声音 邀请他参加阿加鲁将军的葬礼 光接受了沙基王子的邀请 这次复活的化石兽士多格卡特 装备的武器很快就能摧毁一艘军舰 先指挥官 恶魔提督达鲁坦正射和光见面 不过话说回来 这次葬礼 妖魔帝国居然没有趁机给广尔射下陷阱 多格卡特已经开始攻击我方大本阳 胸口能够发射类似粘液之类的东西 这机也是剧情要塞的贝壳外壁第一次被损毁 来听感到双方开始战斗 多格卡特口中吐出的光线好像没什么用 或者有一些隐藏的效果没表现出来 这时多格卡特使用了最强武器 赶来听造成了大量伤害 在来听和化石兽战斗的时候 妖魔帝国已经悄悄控制了 公学校的老师和校长 再让多罗美去攻击学校 看似是要干掉和光有关联的人类 实际上是为了让校长老师和光的伙伴一起逃难 让来听带着被控制的老师和校长进入巨型奥赛 达成目标的妖魔帝国暂时撤退 不过在校长和老师装炸弹的时候 被妮妮发现 但把妮妮弄昏继续装炸弹 这几个人面向地下画出了来听维修的地方 继续操作由来听内部的电脑控制 这时化石兽再次出现 虽然妮妮的宠物由阻止喝起被壳 不过阻止失败 还是引爆了一些炸弹 还好及时停止 妮妮这边也醒来 说出了炸弹的事情 士团这边开始四处分散 拆除炸弹 巨大科学要塞 穆托罗波利斯和布尔加尽力抵抗 光这边也趁机去驾驶来听 现在的机车也直接进入来听了 诺格卡特的粘液 还具有让机器失灵的效果 来听用天身导弹攻击 趁机使用粘动光线 让年夜脱离了手臂 正常战斗 来听要占据上风 最终变形神鸟将敌人消灭 这个战斗兽虽然一度占据上风 但是如果不是沙基王子 为了执行潜入要塞的计划 第一次交手 来听就能把他消灭 老师和校长也恢复了正常 不过这一次 敌人也不算没有收获 知道来听在人面像中能够恢复 确定了里面有一定的母特龙能量 上次战斗失败后 这次复活的话是兽 是以古代恐龙灵魂为基础的 异兽姆齐尔 有完太郎根据轰击的要求 做了一个奇怪的机器人 正在大家看热闹的时候 要塞响起了警报 来听出动 姆齐尔的翅膀扇动 就能造成了风盾大突破的效果 武器是一个小狼牙棒的感觉 速度很快 快速移动用翅膀撞击来听 尾巴上可以释放光圈 这是麻痹光线 中了麻痹的状态 来听的状态便说 无法释放攻击 最终被敌人捕获 布尔加突破多罗美 前来解救莱厅 虽然躲开了姆齐尔投掷的武器 但是武器上的尖刺可以弹出 大量的尖刺穿透了布尔加 直接被击坠 莱厅被秦货绑了起来 达鲁坦要求光打开人面像 妖魔帝国需要摩托龙的能量 并且解析了莱厅的构造 用来以后提升妖魔帝国的战斗力 达鲁坦看到光 不管遭受什么刑罚 都不打开人面像 决定将莱厅彻底消灭 这是神功力次 驾驶修好的布尔加过来支援 可惜又被大量的多罗美铲住 在人面像要被破坏的时候 莱厅使用念动光线 终于挣脱了控制 姆齐尔还有一招腹部导弹 攻击范围不小 背部有能旋转攻击的装置 实际上麻痹光线 就是通过这个装置发射的 手臂可以当左飞拳发射 所有的武器全部被莱厅抵挡 最终变成神鸟 成功消灭了姆齐尔 上次战斗的几日后 城市中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机器人 一边破坏 一边朝着军型要塞前进 要塞也收到了警报 光线立刻出击 去合体来听 不过敌人已经到达了要塞附近 这个机器人不是化石兽 看起来更像高达的钢坦克 火力非常足 因为它的阻挠 光无法合体来听 这个机器的炮管数量非常多 就让光尽力躲闪 还是被炮弹波及 照被干掉的时候 布尔加过来支援 让光去合体来听 不过这时化石兽 猛咬贡多伦也赶到 继续阻止合体 布尔加就像救火队员一样 也只能赶紧支援 最后光终于合体来听 而敌人这边除了贡多伦 又出现了一个化石兽 葛加 贡多伦能够扣土火焰 背部的刀片可以发射 头部还可以发射激光 来听将贡多伦的翅膀砍断 而贡多伦将来听逼退后 立刻撤退 葛加这边已经悄悄离开 这一切都是达鲁坦的计划 第二天葛加在海边再次出现 而光因为昨天将敌人放跑 一夜没睡 早早在这里等待 敌人进攻一波再次消失 夜晚这次魔鸟 宫多伦再次出现 攻击一波 不等合体直接撤退 直到第三天暴雨 敌人全部出现 这是达鲁坦的匹兵之际 光已经三天三夜没睡了 光刚合体 就收到了宫多伦的导弹欢迎 话说前几集 光机委托 远玩太郎制造的机器人 也取得了一定的战果 看到莱青已经被宫多伦缠住 达鲁坦驾驶机器人和葛加 开始攻击人面炎 而莱青这边被宫多伦拖住 还好很快取得优势 宫多伦想逃跑的时候 用天神剑中伤 最后被吸神鸟干掉敌人 布尔加这边阻止敌人攻击人面炎的时候 被葛加击坠 光剑的时候 莱青赶了回来 葛加除了可以释放导弹 身上一个类似披肩的东西 还可以铲住敌人 葛加和达鲁坦制造的机器人 开始夹击莱青 不过莱青最后还是变形神鸟 把机器人和化石兽全部消灭 达鲁坦作战失败 只能撤退 光也终于可以睡觉了 都没经历 不过莱青赶